臺灣人民要決定自己未來的方向 這幾年我們布局全球 跟 2016 年相比 臺灣對新南向國家的出口超過 6 成 對日本超過 7 成 對美國更是成長 120% 我們正在走對的路 大家說對不對 當臺灣走向世界 當世界上架臺灣的時候 我們的戰野黨說要下架民進黨 但是他們要上架的是什麼 他們要上架的是重啟時貿 是開放對岸的勞工來臺灣 把臺灣拉回過去依賴單一市場的舊方向 這樣只會架空臺灣 我們要上架臺灣 不要架空臺灣 大家說對不對 當世界上架臺灣 卻有一股力量 企圖用經貿手段進入臺灣的選舉 但是我要跟大家報告 蔡英文帶領的政府 已經做好萬全的準備 面對經貿爭議 我們願意跟對方秉持誠意 善意的溝通 而且我們兩岸都是WTO的會員 我們也可以依照WTO的機制 共同解決貿易爭端 這就是蔡英文路線 我們理性不挑釁 遇到壓力不屈服 得到支持不冒進 大家說對不對 過去做不到的 我們做到了 我們申請加入CPTPP 得到民主夥伴的歡迎跟支持 我們簽署了量身訂做的 台美21世紀的貿易倡議 首批協定 讓台美的關係更加的堅固 堅弱磐石 我們也面向歐洲 現在歐盟是投資 台灣最重要的力量 另外 我們跟英國也簽署了 提升貿易夥伴關係的協議 這就是蔡英文路線 台灣腳步堅定 昂首擴步 走向世界 大家說對不對 現在選舉到了 有人說要走蔡英文路線 我要跟大家說 蔡英文路線 並不是蔡英文一個人 是許多人共同的努力 最重要的是 他強調的是 不能變來變去 而是要沉穩 而且是穩定 受人信賴 蔡英文路線 就是要讓全世界 信賴台灣的路線 大家說對不對 1月13號 要選蔡英文路線 就選邁清德跟蕭美琴 他們一同創造 並且執行了蔡英文路線 我們選對的人 讓台灣繼續走對的路 大家說好不好 各位新竹的好朋友 民進黨雖然不完美 但是民進黨仍然是在 劇烈變遷中的 國際情勢中 最好的選擇 大家說對不對 因為 賴清德跟蕭美琴 他們的經驗跟歷練最完整 他們的團隊最有經驗 他們也最受到國際的信任 這一條改變台灣 走向世界的路 我們繼續走下去好不好 明年1月13號 出門投票 幫忙拉票 選對人 讓賴清德 蕭美琴帶領台灣 繼續走對的路 大家說好不好 還有一張正展票 也要請大家支持民進黨 讓民進黨國會過半好不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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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